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二宣布 美国政府将对五家中国主流媒体 在美分支机构实行人员上限 那五家媒体目前在美约有160人 美国将他们合起来的人数上限降至100人 这意味着那些媒体将有60人回国或者被解聘 第一方面是美国对北京日前吊销三名华尔街日报 驻京记者的记者证件采取的报复行动 一方面也是华盛顿打压中国系列出手的一部分 挑起针对媒体的战争 这是华盛顿的发明 美方先是要求中国主流媒体在美注册为外国代理人 后又进一步把他们认定为外国使团 现在又大幅压缩中国驻美记者数量 美国驱逐三名华尔街日报记者是对该报刊登 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禀夫评论并拒绝道歉的惩罚 美方针对中国媒体所做的却是政策性全面打压 中国完全可以以牙还牙 那样的话中美就会上演一报还一报 护逐记者的大战 那将是前所未有的 中国当然用不着对此畏惧 如果中美最后在对方国家里都只剩下极少数的记者 美国媒体的损失一点不会比中国媒体小 华盛顿真不甘以为 美方比中方更有资本玩这个游戏 然而跟美国打这样的媒体战争 对中国来说挺没有意思的 中国只需坚持自己的原则 对那些严重违反记者职业功德的人 中方该怎么处罚还怎么处罚 无需考虑华盛顿的反应 蓬佩奥和其同僚既缺少客观精神 他们唯一做的就是模仿当年的冷战 却不知今天的世界早已不是几十年以前了 美国对华冲突的根源是其战略自私 和其他蒙古的摩擦有很大程度的利益同源 华盛顿现在寻衅向中国发难 几乎到了癫狂的程度 但他又很想给这一切立块道义的排放 中美两国体制不同 媒体的角色也不尽一致 但必须说中国主流媒体是帮助中国人 了解这个世界的主渠道 中国社会整体上对西方报仪友善 愿向后者学习的态度 主流媒体为此做出了巨大贡献 看看西方世界对中国有过多少严重误毒 中国取得了轻视进步 而这个国家却在西方舆论场上不断被妖魔化 蓬佩奥们所宣扬的美国和西方媒体的公正及客观性 究竟在哪里 他们有什么资本来对传媒领域的复杂情形进行裁决 美国的现实对华政策正在走火入魔 但是两国关系的大个局并没有乱成那样 中国同西方的整体关系尤其保持了较大反定性 这表明蓬佩奥们的对华言行的确太离谱了 这个世界实际交往的惯性 有可能比他们手中的权力更加强大